第二个问题 既然说只要实时心持阿弥陀佛佛号 就能往生净土 那又为何要受戒和修实善 如果你果然 一心致持名号 你可以不要修实善 为什么呢 一世善圆满了 你可以不要修五戒 你的五戒圆满了 不但五戒圆满了 你的菩萨界也圆满了 阿弥陀佛是世出世间 第一等大善人 你的心跟他的心相应 你怎么不是大善人 如果你念阿弥陀佛 你还架杂着妄想 还有自私自利 还有是非人物 还有贪嗔痴吗 那你要不修实善 不吃五戒 你就肯定不能往生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 千万不能错毁这个经教的意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